開會 現在請各位議員提出質詞 陳一斌議員請發言 主席縣長 副縣長 副縣長 府會秘書長 一級主管 各位同仁大家早 早上看到一則網路的消息 就是我們的委員 陳雪純委員 在去年交通委員會來到這邊的時候 這則新聞是他昨天在馬之網上看到的 增鑑台馬第四號海蘭的部分 本期大家看到這則發布的消息 當然第四號海蘭 台馬海蘭的部分 所需的經費也非常的多 當然可能需要時間性去評估 也有可能這個第四海蘭 台馬這個海蘭縣 也有可能把它建置完成 那本期去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目前台馬第三號海蘭縣 就是南甘道舉關部分 在第一天總質詢 本期也有就交過縣長 我們到底這個台馬三號線 南甘道舉關的部分 到底要不要修復 據這幾天 第一天總質詢到今天應該是已經經過三天的時間 不知道縣長有沒有最新的消息 我請主席財政請我們縣長做個回答 好 請現場做回答 謝謝雨平議員 就是說 我們一直 一直 的態度就是 舉關到南甘的海來要修 要修 我們對中華電信也是希望它 要朝著要修的方向來做 雖然說 因為現在 就是新加坡的海蘭船 因為 國際海蘭船 它的那個 騎乘的因素離開 現在 由這個 國內的海蘭船來接辦 修 目前的海蘭 那這幾天應該是 南甘到 桃園這一段應該是 這一兩天會修好 但是我們希望說 舉關再繼續修 到目前我得到的答案是要修 要修 剛剛現在陳述是說 目前 南甘到桃園這一個 三號線 這一兩天會修 稍微繼續修我們 南甘到舉關部分 是的 技術上也沒有問題 因為 就是說技術上 他們覺得是有問題的 因為要 真正來說 因為像南甘到桃園這一段 是國際海蘭船 把他的斷點找出來 做好處理以後 然後由國內的海蘭船 把它接起來 那這幾天在做 可能是覆蓋的這些工作 那應該是 現在以前 那舉關這一段 我們也是希望 就是要求他要修 那委員給我的答案 他說 因為 中華電信並沒有 給我們肯定的答覆 但是委員說 他一定要修好 委員是很肯定的 這樣子給我回答 當初那個評估還不知道說 這個 南甘到舉關這個部分 那天 第一天總是有提到 有三處的地方 是 是 是 而且 剛剛現在陳述的 一直提到這個 國際海蘭 因為他們的工作 非常的滿檔 是 呃 確實那天就在這個 東應跟淡水團修好之後 他們就離開了 後來才派 才派國內的海蘭船來修復 是 所以本 本人 就本席就一直 其實這質疑技術面的問題 是 技術面的問題 是 那其實 呃 我們這邊的中華電信經理 我當然也有跟他保持聯繫 他還是期盼這個 國際海蘭船 大概他們目前執行的任務 有可能啦 如果說國內海蘭船的技術面 呃 跟國際這個海蘭船的技術面 有點落差的話 可能還要等到八月份 是 是 等到八月份呢 才有可能國際海蘭船到我們 是 來我們這個 馬祖能修復這個 三號海蘭 就是南道 舉關的部分 是的 齁 那因為 呃 後來委員去了解 原本說這個 就是 南甘道 桃園這個 也是屬於三號星的部分 是 他 台北的中 中華電信經董事長有回復我們委員 六月底 會修復完整 後來委員 為了這個海蘭這個斷蘭的事情 又致電給董事長 請他明確的回報 給我們委員 才知道說 有斷了三處 可能 我們 國內海蘭船的技術 可能 還不到那裡 是 還不到那裡 是 因為他也看到這一則新聞了 是 我早上起來也看到這一則新聞 他馬上就 跟我反應 如果說真的三號 現在沒辦法修復 沒辦法修復的話 這個 朝第四條線的海蘭 如果去建制的話 或許 我有個想法 是不是 第四海蘭就 把我們一併納入 但是這個有時間性的喔 是 但是可能還要等個兩三年 我們只能用微波加強 我們的收視品質 是 這部分可以去思考 當然我今天講那個 不是說放棄這個修復 是 等第四個海蘭 不可能是 你還是要修復 修復完 甚至於第四海蘭的建制 要把我們南竿到主要那個建制 是 建制把它加入 因為 其實可以看得到 其實這個東西 兇手大概就是抽沙船 所以在第一天總資訊 我也跟你講 11月份 修復完成 結果 沒幾天就斷掉了 從去年的11月份 斷到現在 是 斷到現在 確實這個收視品質真的 落差非常的大 是 落差非常的大 現在因為都是這個 網路時代 大家這個 依賴心都非常的重 所有辦公干嘛的 連我個人查一些資料 也都是要靠這個網路 是 是 那這個部分 我想 本期跟現在一樣 都一直持續在關心 是的 對 那我也會 等一下 會後我也會 致電給委員提出我個人的看法 是的 對於第四海南的部分 還有第三 第三號台馬這個 第三號的海南部分呢 進行去了解 另外一個議題 最近 現在也知道 每天都下雨 今天天氣還不錯 應該接下來天氣都不錯了 連日的豪雨 馬祖日報 也登了 不管FB 馬報裡面都有登了 各鄉都有一些 土石滑落的情形 是 那 昨天呢 我們相公所 我們財經科相長也很積極的 去巡視 所有這個山坡地滑落的 滑落的 這個問題 也做了相關的 可能就相關的 前置作業先清淤 那 本期為什麼會提出這個問題呢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舉關裡面有一部民宅 他坐落於山坡地 他已經遭受到第二次的 山坡土石流的滑落 昨天 下午一點多 我接到屋主的反應 他的土石已經淹沒到他的二樓了 而且因為他二樓是 他的結構是鐵皮的 已經都擠壓進去了 窗戶玻璃都破掉 那相公所也有去做 也有去做這個 清淤的動作 還有整個馬路的清潔的動作 那這個部分 讓本期想到去年的八七水災 各鄉都有相當多的災情 那這個部分 因為很多 很多處山坡地這個土石的流失 當然並不一定說每個地方都要去做修復 比較在這個 會危機到這個行車安全 甚至於判斷說 欸在下雨 石頭往下掉的情況之下 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如果 像我們這樣子的話 這樣的豪雨的一些災情的話 我們還可以就是說 用專案的方式 跟中央去爭取經費 那這個權責歸屬是 不管是公務處 或者是廠發處 這個部分 我想 現在您做個回答 就是我們各鄉 這半個多月 豪雨造成的災情的部分 要統籌之後 匯者有迫切需要去解決這個問題的 這個我們做個莊案 跟之前巴基水災那種情況一樣 可不可以這樣子去 是的 我想這幾天 因為豪雨造成很多 山不地的這個貪方 這段時間我們縣政府相關單位 以及跟相關所的財經課 就是保持密切的聯繫 就加強的巡查 確保人員跟環境的安全 那對於攤方的部分 要盡快的就是搶通 恢復交通以及環境 這是我們及時處理的 然後對於這個雨停了以後 我們會動用縣政府的災害準備金 以及相關所的災害準備金 做一些緊急的處理 然後再匯整各鄉的一個災情 然後跟行政院爭取災害準備金 然後做整體的一個改善 讓環境恢復 然後讓確保就是人員跟環境的安全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這段時間都會積極的處理 其實各鄉都有把它的災情 應該都有回報 其實縣任務也會主動 我們公所一定也會主動 回報縣府 以我們公所的專業 或者縣府團隊的專業去判斷 成如剛剛下人所講的 必須要修復的我們就修復 甚至於動用縣府跟相公所的災害預備金 甚至於如果有重大災情的情況之下 當然我們就跟中央申請這個經費 就是才八七水災的模式去 這次會下太多的雨了 下太多的雨了 那本性比較關鍵就是民宅的部分 民宅會危及到這個 本身住戶的自身安全 那道路那個行駛部分 就可能比較空曠一點 會比較好 他家連晚上睡覺都不敢睡 都不敢睡家裡 萬一被淹沒了怎麼辦 這部分我們要去重視 所以想說相關的局處 跟我們公所保持密切的聯繫 這個部分我們特別會注意 如果有這樣的風險 下雨之後我們都會事先的 就是請相公先撤離民眾 以確保安全 這個部分人員的安全 而且是要最優先考慮的 沒錯 好 謝謝長 下雨請坐 接下來我有幾個議題 請教一下我們焦慮局長 這個網路這個一點通 這個我們馬組的推特 一點通這個部分 其實各鄉的建置 這個等於說 逐年再建置完成 我在上個禮拜 在福澳港 有看到那個新的機台 新的機台來 當下呢 也跟我們焦慮局的科長在那邊聊 這一批 這一批這個專備進來 當然是要提升 所有整個 關於這個 關於這個馬組整個交通 這個定位建置的 定位的問題 定位的問題 我想這個 新的這個產商 應該在前幾個月得標 那我想說這個 全部建置到位呢 大概是什麼時候 可以把它完成 我請主席財事 我們請交通理由局局長做回答 好 請局長做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宜民議員 我們先跟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系統 大概在早年我們1.0在開發的時候 確實我們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再做一個轉型 這樣大聲一點 我都聽不到 我們整個系統 基本上它是逐年都會在 逐年 更新 那期間我們受到預算的影響 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更新 那在去年 我們又碰到駭客的一個入侵 造成大家很多的困擾不變 我在這邊特別表示歉意 那我們在去年 得到中央的預算的意囑以後 我們立即著手 針對過去的一些缺點不變 還有甚至不足的部分 我們做了一個標案 那這個標案在去年 標出大概需要的時間 大概是在半年 我們牽涉的大概是軟體的升級 還有硬體的一個升級 那這個部分我們預定 大概在六月底 六月底我們要進行一個 硬體跟軟體的一個實際的一個測試 我們也實地的讓韓商先做第一階段 能夠 就像說六月底軟體建置完成 先做一個整個系統的一個測試 對 如果測試完成以後 我們就即刻的上線 那現在跟過去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們大概在未來 我們都有滿充裕的預算 希望能夠溢注 因為很少一個離島 有這麼多的一個寒線 較之於澎湖跟金門 我們是最多的離島 所以說我們希望把所有的寒線 寒山、船舶 全部整合在一個機台裡面 讓旅客進出 不僅止於我們的鄉親 還有來到我們馬祖的國際友人 都可以享受這個就是說 旅遊還有交通的一個便利 當然這幾天 這些就是說也需要更多的配合 因為離島我們不能把觸角 大概升到像東影 像舉光 這些地方大概我們都需要 一個是港務處 當然港務處是我們自己的公務機構 它配合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我們也需要寒山的一個協助 那整個的時間 我們還是抓在六月底以前 能夠測試完成 目前這個建置 其實就是一個重點 是不是在任何一個機台 你在定位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取得你所要的 都可以取得你所要的 這個 好比我在 我在 在這個青凡碼頭 我在機台取票 我就可以取到這個 南甘道基隆台馬龍的票 是 有沒有去建置到所有這種功能 只要有機台 機台這個可以使用之下 可以取到任何一個一種票 是 所以說 據於 大概交通跟旅遊的一個便利 我們的計畫 就是說我們在多少的時間以內 譬如說24小時以內 我們設定 我們今天就可以取明天的票 我在福澳港 我就可以取我要去的目的港 還是出發港的這個票 我只要有空有時間 我就可以把我今天的行程 在我規範的24小時以內 我就可以全部去往以後 放在我的身上 我不要很充滿的 再到冬局去取票 這個部分 不用 就統籌在南甘那邊 都可以 都可以 是 那做到冬局跟西局這個碼頭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這個在1.0版裡面 就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是 後來你現在目前 本來也發現了一個問題 這個機台 因為現在馬祖的氣候 尤其是南風天或者是下雨 尤其是南風天 是 因為現在很多電子式的那種 很容易故障 有沒有發現到 它那個裡面的晶片 跟冷氣一樣 很容易 很容易就故障 這個技術面 反正這個有保固期嘛 是 媒體有配合的廠商嗎 你有沒有發現到這個問題 這個 是 故障率很高 是 故障率非常的高 故障率高 就回歸到人工作業了 是 是 這個部分 我們在過去 確實我們 受蠻大的影響 這個部分有兩個層面 一個就是 剛剛議員提到的 就是系統晶片的部分 系統晶片的部分 這是受影響 第二個 受影響的是票捐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拿的那張票 它的紙張的 紙張 是不是會受潮 它如果會受潮 就會受到影響 那這個部分 大概我們過去面對的兩個缺點 我們也希望在這一次裡面 做一點改善 是不是對於那個機台 我這個講的可能 會覺得好像 無機之大 這一般這種機器呢 我們都可以用 另外輔助的 不讓它受潮 不讓那個機組受潮 什麼意思 我們這個 就一個區塊嘛 可以在這個 好比說這個 比較有霧寂天 或者下雨 下雨 下雨 對於這個機組 有可能會受潮的部分 我們再買 添購一些專制 讓那個機組 不要有淡機 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我們有提供給產商 來做一個提醒 那這個如果說 他有把這些做一些注意 我想應該是可以避免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對於硬體的故障部分 我們也設定就是說 遠端的一個警示跟警訊 他在故障的時候 大概遠端就會第一時間 就會發現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 把故障的時間 還有旅客不便的時間 能夠縮短到最短 所以我想說 這個我們連鑽線 這個馬祖呢 觀光立線 這個 所有的這個定位呢 當然 都現在說網路時代嘛 是 網路時代這個 希望都能夠很順暢 所以本線很重視 這個 這個等於說 取票這個問題 因為 斷斷續續 都還是有出現 一些這個毛病啊 齁 你不建置在那邊 客人呢 不會去抱怨 你建置又不能用 抱怨聲又出來 齁 這個部分我想說 再持續去 去把這個 軟硬體的部分 給它充實 齁 那後續的維護的管理 有發現到問題 就馬上要去解決 齁 齁 這是本席的一些要求 齁 好 居然您請坐 謝謝 呃 今天我們 抄意標議員 齁 這個也質詢到 我們這個 齁 就是我們直升機的部分 齁 呃 呃 本席也了解 這個 直升機呢 應該合約到 到7月底 齁 是什麼原因 到現在還沒跟我們衛福部 因為這個直升機部分 是澎湖跟我們馬祖 齁 齁 是什麼原因 這個到 到現在 這個合約都快到了 是什麼原因 都還沒有去簽這個合約齁 齁 呃 要保障我們這個行的安全 甚至於緊急醫療後順的問題 我想這個議題 我請教一下我們 齁 齁 衛福局局長 齁 齁 衛福局長就回答 謝謝宜兵議員 對我們直升機進駐案的關心 齁 那我想我們這個案 原先是金門馬祖澎湖 共同的一個 有衛福部做一個 統一招標 分架 分架各自縣市簽約的 那這個案原來是4加3加3 是10年的計畫 那在這個10年計畫裡面的 產商的結構 因為我們本來現在 本來要擴充續約 因為它是4加3加3嘛 那第三年本來可以用擴充續約的這部分 那今年 那我們從3月份開始就在談 後續的擴充續約 擴充續約 那今年的合約到期是 7月31號 加幾了 4加3加3 4年滿是到今年的7月31號 是 那後面的3年原來是可以用擴充續約的模式 那這個是我們從今年的3月份就開始談 擴充續約 那現在是主要是因為 原來的產商的結構有一點改變 因為它當時是共同承攬的產商嘛 它是有兩個產商的成員 那到5月的時候 那有一個產商 它就是有一個產商的成員 它就行文給衛福部 就是說它不願意再做這個後續的繼續合約 那是不是一個獨立的產商 那我們還在研議 也在跟工程會詢問 那我們都已經在著手準備 第一個 那澎湖跟金門它是比較希望 衛福部繼續在做一個共同投標的投高 我們各自簽約這個案 那第二個部分 那我們是這個部分也是樂觀其成 看看衛福部能不能同一做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還在研議 後續擴充的可行性 也在跟工程會詢問 那第三個我們也在著手 重新開標的這三個案 我們是同步在進行 你看合約7月底要 要終止 你現在剩一個多月的時間 我們下午就會做這個 你有信心 還是中間不會有空穿期 我們一定是想盡辦法 不要讓這個有空穿期 而且也不容許有空穿期 我看你回答得非常有自信 我們也不容許它有空穿期 本期擔心會有空穿期 好不好 這持續再去關心這個事情 好 謝謝局長請坐 接下來最後一個議題 我請教一下我們這個 教育處長 這次憲政考察 這次憲政考察 我們局長也陪同 這個 體育用地 體育用地 當然還沒去看體育用地之前 本期已經去調閱了土地的一些資料 那當下本期也跟我們這個處長 我的需求 我這個體育館的座落在哪裡 那當下與會的幾個局處長 局處長呢 尤其我們中益處長 這個有高見 用這個 要怎麼處理 因為那天講 我一下沒辦法吸收那麼多 沒辦法吸收那麼多 我想那天公益處長指示的方式 怎麼做 處長 那天中益處長講的怎麼做 這個 怎麼樣的 SOP 這邊請主席才智 請我們處長作為回答 中益處長當下有指示 給我們指導怎麼做 請處長作為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宜兵議員 長期關心 舉光尤其西舉體育館這個議題 這是你的心願 我想經過了高人指點了兩次 那你剛才特別提到的中益處長 他確實也是高人 當天好多議員都一起關心 那我一直跟公所跟移民議員 一直報告就是 體育署的原則其實很簡單 他的錢不會在那裡等我們 必須提供我們完整的計畫 第一個 土地的產權一定要清楚 所以我才說 我們東引的經驗 東引鄉公所的經驗是可以借進的 因為他目前經費是確認了 只是還沒有招標出去 那第二個就是 他會關心學校在哪裡 也就是說距離學校的遠近 也是他們考量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第三個就是 未來哪些人會使用 那使用的量能是多少 所以我們 東引也會把軍方的弟兄 未來的使用可能性也納入 那麼學校的附近加上鄉親 最後就是我們會把夜間的活動 觀光客也把它納入 那這樣才會有說服力 畢竟我們人數是少 無法達到這個相關的 尤其是體育場館 他爭取興建的標準 市長不好意思我打斷你的話 所以我會彈性的處理 我打斷你的話 是 當我問起這個議題的時候 齁 你也是如此的陳述給我 對 其實我也懂 齁 我也懂 懂得這個 這個 要有 要這個金杯的爭取呢 當然要符合您剛剛說的陳述 是 是 本席也懂 最主要一個問題就是 土地的問題 對 齁 土地的問題 你剛剛講的那些條件 這是體育所要的條件 是 當下現任考察 香港也認同本席的看法 對 所以我剛剛講的議題是 那天 這個 中育處長指示的那個SOP 我了解 對 我現在繼續講下去 你不要講太久 對 那個所有的條件我都知道 宜兵員你心心念念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講清楚 是 如果等一下 如果講的還沒有很清楚 那高人還會繼續補充 是 謝謝 第一個就是說 土地 所以你那天也特別提到 你跟學生委員也打電話了 因為我們上一次有跟軍方做會看過 那軍方的這個回應是 他還有軍事上的訓練的需求 所以基本上他沒有要釋出的意思 我在答到你的話 這麼大一個土地 你在你的認知 個人啊 對 客觀立場去想 這麼大一個 我去調地質土都都印不下去了 一個地號 所以是要 所以就是 那一件事情大概 不會一次就完成 或者成功 所以這是需要 多一點的溝通的歷程 我也知道宜兵員很用心 也請 所以我常講這個 勢在人為啊 對 我感受得到你的信心 一定會成功 我對這個議題喔 特別激動 我知道 但是我現在已經心有點涼了 心心電電嘛 是沒錯 我們一定努力的 一起努力 尤其你充滿信心嘛 沒關係 我本系也非常了解 反正就是土地取得 那後續我想說 剛剛您說的 這是我的心願 對我知道 我還很年輕啦 對 有點這個 心心念這兩個字 有點很深遠 可以 可以引生到很遠 確實 確實是我的心願 其實站在我們 政府的角度啊 讓提供一個運動 可以休閒的場館 提升運動的能量 增加運動的人口 那本來也就是一件好事情 是 所以我們一起努力是 方向是一致的啦 我想這個整個流程部分 我想廢後 再救教我們 兩位組長 那就是說 盡量可以給我們協助 我本人願意去做這個事情 我會 你知道我做事的態度就是 基本上 有目標 然後有策略 有方法 那麼繼續往前走 現在我們給我們協助 會一定會 那 這個 我說的那個 這個東引成功的經驗 他是可以 真的可以借進 我們 選定的位置以後 就是去解決土地的問題 那 總理事長那天特別提了 他說 宜兵議員會 協助經費的部分 那麼去做一個相關的調查 我們做一個評估 然後當然 委員那邊會協助 跟軍方做好的溝通 談 共創雙贏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情 那成功的機率 會比較高 我後續還是會請 這個 委員那邊做協助 教育處要負責的部分 一定會全力協助 你就看到了 公務處跟教育處 都會通盤的 全力協助 是 好 謝謝 因為主委長有說了 好 謝謝處長 好 謝謝委員 惠平議員請發言